嘿 大家好 这里是赛街街 很久没有给大家聊聊华江北目前市场的现状了 大家发现有个问题没有 目前的华江北他们做档扣老板的基本上就是很惨很惨 基本上就没什么声音 最近手机虽然15系列这边有大幅度的发展价格 但你发现没有华江北的价格 不管是什么版本的 像美版的或者卡贴机有所无数的 基本上都没有掉价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在咨询给我说 哎呀 手机我都买了一段时间了 两三个月了 为什么这些价格还是那么坚挺呢 兄弟啊 跟你说个乍兴的话吧 目前华江北的货源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这些老款的机型 但很多平台上打的都是比新很新的 然后呢 电池100的 外部人都是99新的 还有说是库存机的 像这种机器你敢相信吗 我可以这么负责任的这些机型99%都是翻新的 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啊 目前来说我这段时间不直播的原因 也就是在这里 因为货源比较少 机矿也是比较差 我卖出去的话 那么多时候找到我 我肯定是扛不住的 我不是为了卖这些手机而做生意 做生意嘛 要对得很 这几天呢 我给华江北的当伙老板聊了一番说 华江北到时候会不会倒闭啊 他们就跟我说 哎呀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美版的机型跟国行的像14Polo Max 那是国行美版的 他们就差500左右 你们仔细想一下 美版目前没有货源的情况下 像那些会出现什么一个情况 那些当口老板为了吃饭 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 会发生什么一个情况 肯定会把这些进行 翻新一通吧 然后给一些比较客吧 所以说你们目前买的机型很多翻车的很多维修的 这其实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说美版的说电池比较高一点 其实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或许少的情况下 你凭什么说电池还有那么高的 能找到原装机都已经是万讯的万讯了 跟你们 我说的是不是实在话 所以说接下来呢 在国行跟美版只差500块钱左右的 我这里是以13Polo Max跟14Polo Max做一个参考 他们现在来说就是相差500块钱左右 国行大家也知道有一个缺点 就是电芯 电池 大家是部分人寿的 但你至少换来的这台机型原装的 有些很多都是不漏气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像这种国行的 屏幕没有打个膜的 没有换个盖板的 可是原装的 难道这些优点还顶不够一个美版电池高的吗 而且美版电池高的有一个误区 他们会改写效率的 兄弟们头脑好好想一下 因为改写效率的话 你们在买的时候 你们的眼睛看上去 你会被认可的吧 其实呢 你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500块钱的差价 我个人建议接下来啊 国行是还是可以双卡的 所以说接下来我这些机型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国行的 这是我用肺腹之间告诉大家的 我并不是为了卖国行 就是国行的哈 什么情况下卖什么机型 对得起优势的男生 还比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好啦 本期视频如果对你当下选择这些苹果手机有帮助的话 顺着我那个办 你的生活很灿烂